咱也不能说是精神胜利法 但是呢 它现在的很多这个 对人类的调查研究啊 表明 就是说呢 很多时候成功是一件叫做自证预言的事 嗯 就是自证预言 你明白吗 就是你心里想象 那个成功的全部过程 嗯 比如说到决赛 到决赛之前 到决赛之前的话呢 一般来讲 我都会去想象这个决赛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把自己套到那个环境当中 去想象当中 这个对手今天会用什么招 因为上一次输的 他一定会寻求变 嗯 我上次赢了 我就要算他怎么变 所以这个是蛮难的 哎呦 这斗智斗友啊 哎呦 对了对了 因为因为变可以变得无数 对吧 因为穷者是变 你算他 他也算你啊 道理是一样的吗 对对啊 你觉得你算对的 的时候多还是算错的时候多 那你就看战绩了吗 哎呦 就你穷尽的可能性比别人多 应该是这样 我你想想半天 我想想半天 结果你知道 来了之后说 这嘉宾临时有事不来了 你换人 那你看人生充满变化 你比赛也是 你怎么可能 对啊 所以像我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应急的变化 包括这些 可能是在球场以外的 我们还真就 真就遇到过 那什么你跟我说 真就遇到过 哪一回 96年奥运会决赛呀 女单决赛呀 打陈静吗 打陈静吗 打到2比0领先了吗 打到15平 因为那时候21分嘛 打到15平 我正是顺的时候吧 2比0领先 打到第三局15平 这个时候叫停了 裁判叫停 为什么呢 因为场上的这个观众席上啊 打警察出状况了 这个观众席上乱了 这也是兵法呀 说不定陈静安排了 谁他安排的 乱了以后呢 裁判叫停了 叫停这个时候呢 我就走到后边 张志老师我的场外 打警察了 看一下我就不再过了 脑子就还是集中 然后呢 这时候就再看警察 把那打人的这个观众 就抬出去了 然后接着打 停了几分钟 打警察的结果 就是他被抬出去 然后停了几分钟 停了几分钟呢 刚才潘老师特别专业 就凉了 有点凉了 是是是 那个节奏啊 有点凉了 变化了 对 凉了以后呢 打到20平 我输了 打到20平我输了 就是这个本来呢 挺顺的 对 然后这个这么一下呢 输了 哎呦 这第四局 我完了 对了 那这个你没法去预测 没法计算 没法预算 对嘛 对嘛 就打乱了嘛 就打乱了嘛 打乱以后第四局 就打得特别不好 就我自己打乱了 就自己老想第三局 这球打的 他老是在出不来 后悔 对出不来 最后就打到2比2 那怎么了 尤其是2比0领先 被3比2翻盘的 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 因为那边越打7越胜 越打越7越胜 你知道吗 你这边反而越打越难受 感觉别扭 是是是 然后打到2比2下来 我自己在想 这个时候 前面我还2比0领先呢 还有领先的是吧 这会儿突然就2比2了 这啥也没了 原来还领先呢 还觉得还有资本呢 这会儿没本了 成0比0了 那我就当0比0打 我自己自己开始调整 我说那我就当0比0打 因为我既然能2比0领先 我就能从0比0一样打下去 就是当时自己给自己 这样的一番 这个这个对话吧 心理的对话吧 对对对对 就是重新开始 然后这个时候 对方的心态呢 也开始做了 也有些变化 他看到希望了 因为打平了嘛 那他就最后一局决胜局嘛 那当然就有希望赢了 原来在搏的过程当中 你落后的时候 你不会想你赢的 因为你在落后 你这个时候就是勇 就是搏 对没错 他是这种态度啊 就是我们一般打球 心里就是这样 但是打到2比2 又打到关键局的时候 这个时候 因为赢可能性是有的了 这个时候呢 他也想法多了 因为你赢了就是奥运冠军啊 对啊 因为他也有想法了 那反过头来呢 我呢又当0比0打 我们俩又在互相的在变化 互相的在变化 那变化以后我上去呢 我就比较正常的开始出手 就是也开始打回来 就打回来 我原来那种感觉的东西 然后一路领先 一直打到 我印象当中10比2 10比2啊 打了10比2换边 我一直领先 然后自己给自己要求 就是一分不能送 因为曾经被打回去过 那场球啊 真的怕倒回去 然后一路领先 一直打到 最后是21比5 直落 这谁也没想到的 我也没想到 但是我就一分都不敢送 就一个劲的这样打 然后呢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了 反正就是这场球吧 就大起大落 一直的较量 所以呢 就是特别特别考验 就是运动员临场的应变能力 所以为什么我就爱听这个 雅萍讲他这个打球啊 他讲的是球啊 我想的都是人生啊 我为什么说可以向他借鉴 兵败如山倒 你这个为什么过去 这个中国历史讲 这个中兴之主 比那个开创者还了不得 因为他是在颓势下 你想想吧 你干一个工作 很多人就是一触即溃 就是说 你能不能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过去的就过去 对 放下 过去的就过去了 这个很大 不要后悔自责 哪怕你回家全完了再自责 对的 下边还有事呢 是的 是的 像顶级运动员 你肯定是心理的自愈能力 是很强大的 那我听说雅萍老师 就输给老外五盘 这个战绩简直是前无骨 三场 三场 真的 就基本没输过 但是其中也输过 这个我印象最深的 实际上来讲呢 是这个有切腹之痛啊 切腹之痛 还不是小山之力那场 对于我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 出小山当然是 是怎么说呢 你说我真的是尽力了 当然是我要打得好一点 那更好了啦 但是不管怎么样 是输了一场球 是不应该的 但是呢 其实是这个 在九一年的时评赛 九一年的 九一年的时评赛呢 是在日本 也是在日本 日本呢 这个团体赛的时候呢 就是朝鲜韩国联队 第一次合起来 因为我们当时的对手呢 一个是朝鲜 一个是韩国 当时是我们最强的对手 因为以往来讲 中国 作为中国女拼啊 这个 韩国也好 朝鲜都赢嘛 对 这个联队打了以后 就打到决赛了 打到决赛了 那天呢 也是 是我上场了 我第一场球的 上来的这个 这个发球 就被判 就被裁判判 判我发球伪力 裁判是哪头的 是一个瑞典的裁判 然后上来就判我发球 这个判了以后呢 说怎么样 那我就 因为运动员是这样 我们有过经验啊 就是判的时候呢 我只要不连续发 我换一个发球 我再发 他可能就不会判 结果呢 我再该我 五个发球吗 那时候 五个一轮吗 五个一轮我再发 接着判你 直接就给我判毛了 他判的不对是吧 不 他这个有时候嘛 这个东西就看裁判的了 他说你抛过了 那他就是抛过了 因为那时候全是肉眼 不像现在 现在有机器 你明白 现在有机器 有阴眼 你如果抛过头了 或者抛哪了 他哪上 他都可以去复看的 原来全是肉眼啊 他说你判过 他就是判过了 非常非常主观的 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碰到 这个派瑞典裁判 就不怀好意 为什么呢 瑞典裁判 中国第一大敌手 你会问起 然后呢 这个判完了以后 这场球我输了 这场比赛我输了 我输给了这个朝鲜队的 余顺服 然后导致最后这场女团的决赛 我们2比3输掉了 2比3啊 切腹之痛了 2比3输掉了以后 是渊源在哪呢 是因为 我呢 是89年拿了第一个世界冠军 是拿了女双的 但女单 我输了 所以呢 我是用了两年的时间 一定是希望能够既是女单 又想拿 女团嘛 女团是作为荣誉嘛 因为这个集体 集体嘛 中国队 对中国队嘛 结果女团上来就输了 女团打完了以后 第二天是男团决赛 我那个时候 这个 就是人 就是这个痛到什么程度 就是失败了以后啊 我看那个电视 转播那个男团 男团的决赛的那个现场啊 我都在哭 我就在酒店房间里头 我们都没有去现场 在酒店的房间里头 我看了那个场地 我就哭 然后 这个男团决赛完了以后 一般来讲呢 整个大会呢 是中间休息一天 组委会会让大家 组织大家到城市 观光啊 买买东西啊 去看一看啊 他都会这样安排 有的呢 我们的队友们也有去的 城里头啊 去转一转 我没有 我一个人 背着一包球 背着一包球 到训练馆 没有人练球 因为这天都休息了 等于大会休息 我一个人 背着一包球 自己到球馆里头去 练发球 你是要把那个沮丧的劲儿 让它过去 还是真的 就我 我哪错 就从技术上要纠正 还是把这个情绪要 排泄掉 都有 但是情绪这件事情 我 我输了 我就认了 因为这件事情 我还不到我总结的时候 因为后面马上有单向 单向呢 我有 我有这个 我有三个单向 单打 双打和毁双 我虽然女团输了 那我要单 单向我要打回来才行 所以肯定不能说 我输了输了 那你后边就甭打了 怎么打呀 是不是 肯定是放下 需要放下 去解决什么 技术问题 现在 因为判的是你发球嘛 所以呢 我那个时候 自己背着一包球 就去到球馆里头 然后 在那练了好长时间的发球 没有人 没有别人 就我一个 然后 然后扣边 马上开始打单向 打单向 结果呢 就是冤家路窄 我的单打这条线的 十六进八 就是余胜服 哎呦 难吧 那个说太难了 极其焦虑 对啊 你想 两年的时间 甚至是我从小五岁打球 打到我那个时候 是十八岁嘛 十八岁 我为了这个女单啊 我十几年的心血啊 我要能赢于顺服 我团体我就赢了 对啊 我就赢了嘛 我怎么会输呢 对不对 我就是赢不了嘛 我都没招了嘛 我才输的嘛 那单打就在我这条线上 过还是不过 放在我面前就是这样 你实力不如他们当时 实力 因为在这个之前 我们俩没怎么交手过 再加上那个那天的 确确实实 限制了 看似他判了我 几个发球 但实际上来讲 他限制了我一整套战术 因为我们的战事 从发球开始 开赛给牌啊 在所有的赛场 都是黑哨的 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踢足球的时候啊 双方 就第一个产球 给你一黄牌 这个队立马就 哎呦 不行了 这个裁判好像 给拘住了 完全给拘住了 你看说 看似我不是给你送点球 我给你一小黄牌让你不得劲 你这场就踢不成了 因为我们是有发球 然后啪啪啪啪啪怎么打 然后啪啪啪啪怎么打 它是平常练的 就是按照这个套路来练的 对 但是我这套发球 限制了以后 我整一大半 或者我最少一半的计战术 是围绕这个体系在出的 那我就没有了 我只有用另外的发球 出另外的这个套路 但是那就少了很多了变化了嘛 因为高手对 我刚才说高水平对决 是变化最重要啊 对 变化最重要 我让你摸不着我 对 永远我是让变在前 对 但是你这头束手束脚了 你束着我了嘛 你把我这一半 我不能使了嘛 那我只拿那一半给你打 那我就亏 我不至于我比你高那么多嘛 不至于高到那个程度嘛 你高水平到这个程度了 不至于高到一半嘛 所以他这个是难受 而且是在现场 他在临场的时候来这样判你 你如果说你早说是吧 我也有准备 对 你这没准备啊 但是呢 到了十六进八 就在我这条线上 所以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特别难 就是你过 拿什么过 你不过 就认同了吗 我说梅西都说有轻度自闭症 或者高功能自闭症 C罗呢 是有自恋型人格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每天要照镜子 而且中场休息 必须得照一下镜子 下半场才能发挥好 就是我就问亚平老师 我说这个顶尖的运动员 是不是都是特殊材料组成的 所谓的特殊材料 是不是特殊性格 特殊人格 交给这个科学家去研究 对对对 而我觉得从运动员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他最起把的 他不服 不服气 就是然后呢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认同 然后这个对一些事情的话呢 比较较真 甭管是对事啊 还是对他自己 他会比较较劲 轴 轴 对 对 所以运动员可能得有这几个特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可能我们也比较喜欢的 就是要有自信 就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孩子啊 他挺自信的 他其实明明求打的并不怎么样 嗯 但是他觉得他能赢 从哪来的呢 这种 天生的 天生 就是这种自信和稍微 这个不自信一点的孩子 我们更愿意要那个自信一点的孩子 如果他俩差不多的情况下 因为他有自信 他就敢 他敢给你拼 他都不练 哎 我们运动员需要这种 有点二愣子精 所以我问亚萍老师 我说您这天生的后天练的啊 他说他从小是谁赢了 他都不让谁走 对不让人走 必须拿下 小的时候就是不能赢我啊 要比我们每天都比赛嘛 嗯 比赛了 你今天赢我 不行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 咱俩打 一直打到最后 我赢了 行了 你可以走了 对 也许他饿了 他一点没说错 因为我看那个麦克尔乔丹的那个纪录片 就说他有时候打球之前啊 给他那个随行那几个助理啊 打不客 打不客都不能输 就输了就不行 不能走 就你知道吗 这乔丹 这一个病啊 乔丹在那个球场上就是说 他们就说你要谁跟他调侃他一句 那你算灾难降临了 对 说垃圾话 就说垃圾话 对就叫说垃圾话 他就他在这一场里 他不把你虐虐虐个死 他不算完 哎 这人他真是得有这么个劲 有的劲 对 运动员其实都需要这样的劲 越到顶尖的越需要这个劲 但是这跟狂妄有什么区别 哎 所以有时候就差那一点 过了就是狂妄自大 不能吸收别人对你的意见和批评 那我那些没打好的时候 甚至于有的时候是落后的 可能是是翻盘的 那你为什么是落后的 那又为什么又翻盘了 我们是完全要扒开 一层层层层扒下去的 就是完全是扒到体悟完肤的时候 你真正看到你最真实的自己 甭管是在计算术层面上 还是在心理方面上 所以顶尖的运动员是非常非常敢 去面对真实的自己 这是挺难的 所以说有这么一种人格的人 这个新的力量能让他成功 我觉得上次你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咱就不说了对吧 亚平 但问题在于 他能在这个11年内 完成别人21年的学历 最后上剑桥大学拿博士 而且是经济学的博士 而且是土地经济学 土地经济学 我说这哪儿跟哪儿啊 你为什么学土地经济学呢 只有那个系是叫土地经济系 你现在能规划国家土地 规划不了 当然了 一般人就会想 这肯定是萨姆兰奇走后门 建桥收你是不是也跟冠军有关系 肯定是 多少有点关系 写推荐信老萨是确实发挥作用了 也不能小瞧了建桥 你避不了业还真避不了业 他害眼了 六十万字的博士论文 土地经济学 我听到他就是从26个字母 你开始 当年他先上清华 一开始我觉得我在清华里最差的一个 就是一个学渣 就是在清华就是最差的一个学生 真的是这样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运动员 好在给了一个可能被训练过的 这样的一种信心吧 我觉得任何事情啊 从现在做都不晚 然后任何事情从零开始学也都不晚 虽然我那时候24岁开始学ABC 然后但是我因为从运动员来讲 我是完整的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路 就是从小孩从不会打球到会打球 最后到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 从不会到成为第一个世界冠军11年的时间 我是这条路是完整的走了一圈了 我知道一个事情 你是需要多少的努力 需要多少的时间 才能沉淀出来的 我即使去学习 无非也是这一趟吧 所以这一趟的话呢 没有可能给你任何的捷径 一开始就是上来就是量 先起量 先起量 量到一定程度是质的变化 那只有压到那个程度以后才有质 你前面没有量没有质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很简单 对于我来讲我已经走过了一遍 已经很简单 所以读书也一样 读英语也一样 学英语也一样 咱们就说迎接新挑战 今天咱们每个人 我现在发现包括中老年人 在今天这个社会都遇到新挑战 你换一个工作 你像那天我碰见一个朋友 你到一个网络平台 就是要不断学习 你就不断更新 就今天一切变得太快了 那你碰到了一个新的 有一种性格的人 就是畏缩 我不是特别害怕做任何事情吧 我觉得这个方法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怎么能够抓住自己的 最擅长的东西 就是扬长臂短 跟我们打球是一模一样的 你老去跟人打到人家的套路里头去 你还想赢吗 是吧 因为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你一定要尽可能拉到你的套路里来 甭管比赛打到什么程度 你都得打回到自己最舒适的地方去 一些东西的话呢 是需要通过激战术来变化的 比如说有一些时候 你需要打球打得更快一点 打乱它的节奏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势不在你这边 那时候呢 你需要去变节奏 需要去变节奏 因为你只有变 才有可能再打回来 才又打回到你的套路里来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做事情 我们特别想追求不变 就永恒 最好 稳 是吧 别承担什么风险 不要搞什么特殊的东西 其实啊 你越怕这样做啊 你是越难 越去 很难去适应它的变化 因为唯一的变 唯一的不变 就是变 对 人 两位嘉宾也不一样 对啊 您今天衣服穿的也不一样 我也不一样 对啊 我跟着你穿的 然后你看 永恒不变的 其实一直在变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应变 适者生存 适应这个变化 而不是畏惧这个变化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抗拒这个变化 但同时快速的找到 更适合于自己的东西去出击 又打回自己的套路 就我刚才说的这套东西是 永远高手对决的时候 永远是在寻求变化的过程当中 找到你想能够 而被你打败的那个人 实际上是变不过来 就被你打败了 慢了 慢了 这个应用于人生方方面 这都是其实中国乒乓球队 特别特别特别好的 或者是称霸世界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独有的一套方法论 这个亚平老师啊 他讲的很多啊 我觉得真的 后来在这个心理学研究当中啊 得到验证 现在有一门心理学叫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 你知道吗 那个有一个课程在哈佛大学 豆瓣平分什么9.6 就很多人 这是一个我干 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教授 他说他原来就是一个焦虑失败 一个什么的 他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就现在比我以前 快乐的多 幸福的多 他有很多时政的 不是咱们说的什么传销啊 什么他不是那个 他是有确的对照组啊 什么什么的研究 就是说你可以变得快乐 比如他举个例子 西方这个很大规模的这个研究 就发现呢 多少位成功者 最后发现呢 他们第一在学校里的时候 并不是成绩最好的 第二呢 他们也不是智商异于常人 很普通 但是呢 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共同之一 有很多共同特征 共同特征之一就是 他们善于从失败寻找意义 甚至是盲目的乐观主义 他就兴致勃勃的 就说哎呦这下没打赢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发球不好 好我就针对着他 我就练这个就是你知道 他这箭头是 他是向上的 咱就要不说 咱就老说正能量 其实还真是 他说很多人 包括像那个马斯克 对 当然也有人说 马斯克是什么阿斯伯格 也是我们这领域的 也有一种特异人格似的 但是就是你看 他每一次他这个失败呢 鼓起的都是他的 都离成功 又进了一步的那种感觉 有人就说这马斯克和这个NASA 他们都造火箭的嘛 就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哪呢 像NASA这个 就是美国国家的 举国之力这么一件事 他是不允许 真的失败的 所以他每一道程序 都是标准化的 你这一个设计 或者这一个零件 必须是符合我的 这个标准 我才可以用 而马斯克呢 就是造火箭爆 爆 我就让他爆炸 就一次次失败 我最后弄出来一个 你们谁也想不到 我真的可以回收火箭 就稳稳地站在那 就是没有人 除了科幻电影 没有人做得到的 所以他们这是两套 完全不同的思考系统 诞生的产物 还真有人 就是科学家 这个专门统计 这个运动员 跟普通人的性格类型 就指数高低 就是我看的呢 就是普通人的指数高低 就是沮丧指数 普通人高 焦虑指数普通人高 然后自我怀疑 普通人高 运动员高的指数是什么呢 自信指数 乐观指数 还有一个修复 就是心理修复 能力是超过普通人 他如果具备了 这几样的特点 那他肯定比我们更强大 可以迷之自信 对 而且问题在于是什么呢 让我们振奋的是 就悲观的人 消极的人 是有方法的 我跟你说 我过去啊 完全不信这一套 我觉得就是五迷三道的 对吧 但是呢 我现在觉得 那个有之后 尝试一些 有好处 而且我就想起了邓亚平 哎呦 你知道 跟你上次来说的这个 他们运动员 这个面对压力极大的比赛的时候 有一种叫想象 这个积极心理学啊 就是告诉你 比如说咱们要做圆桌了 你在家里啊 你要想象 就是你想 我现在真的就这么干 我想 哎 这招别人学去了 我这想象 哎 亚平 笑语 艳然 采夫 乙军 我们都很快乐 你想象那个 那个 那个情景 因为他这个里边很玄妙 对 他说人的大脑分不清 想象和现实 你想象对他也是个刺激 他就按照那个做反应 我一下想起 你讲过的那个 哎 怎么想象 如果说 你把平常考试的场景 放在你平常学习的时候 嗯 你天天这样 天天这样 天天这样 真到了考试 你会会怎样呢 你还会紧张吗 你不会紧张 对吧 但你怎么能放在 哎 这就是需要让你平常的时候 就要收住 不是那么的松 因为你要把平常 哎 我今天就是训练嘛 打丢一个打丢一个 无所谓的 是吧 学习今天哎 没关系 偷偷懒儿 跑跑跑 这个开个小车 没事 是吧 答题对位的也没关系 反正也不是考试 嗯 你要这样松下去 你到了比赛的时候 你紧不了 你到了考试 你一定紧张 而且紧张 你是没办法控制的 因为我们最后 打到顶尖的运动员 一定是可以控制紧张的情绪的 不是我们不紧张 是控制紧张 而且控制紧张的情况 是只是控制你的情绪 但是你的这个肢体 因为我们已经千百次 上万次 多少万次的训练 这个肌肉已经完成形成 完全形成肌肉记忆了 那么我们的大脑的线路 落点线路 都是下意识的 有的时候 你发现有时球啪啪一下就过去了 嗯 这根本就是下意识的 为什么 是因为你平常的量已经足以达到 就是只要我一开动 啪啪啪啪啪啪就来了 但是控制情绪是很难的 尤其控制紧张的情绪是更难的 所以这个时候靠什么平常 也要靠平常去训练 而不是到最后比赛告诫自己 不要紧张啊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还会紧张 你因为拉回到平常 自己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就不能让自己太随意 要紧张起来 而不是太放松 这个让自己愿意怎么弄怎么弄 这是不行的 所以 那训练生活不是太痛苦了吗 天天要自己 想赢吗 你的动力够不够大 强烈的愿望 你想赢吗 你如果想赢 你就得克服这样所有的别人 就是我们要逆向思维 我们要逆向思维 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你要去做 那你当然赢了 你的自律性 你最后胜出 一定胜出 在这些所有的这些细节上 而不是夸一下 你就比别人强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教练经常选人说 是要找训练情况最好的上场 足球运动员 你训练场表现最好的 我选你上场 更接近实战的 对了 训练越接近实战 最后就能发挥 但是你说这个 不是不是 我就说刚才说到这个 我就想到有一个书叫 刻意练习嘛 他就说什么人 他练习 就是一样我一个谱子 这个音乐家 我钢琴 或者是这个小提琴 我来演奏 他们就看什么人 能够比别人练得好 大家一样的时间 对 他说就是那种 大家首先你这个量是 都差不多 都要一定的量 是 而那个练得好的人呢 是在于 他能去想象 当我拉这个曲子 拉得完美的样子 是什么 就是我心里先有一个 他们叫什么 想象的一种表征 一种图画 当然你要非常谨慎地 搞清楚 人是有极限的 对 对